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罗斯现役的唯一一艘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目前正在接受打修 俄罗斯希望通过维护升级的方式 将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获得更好的使用效果 以及更长的使用寿命 事实上 如果从服役时间来看 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并不算是一艘老舟的航母 因为这艘航空母舰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入役的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用满20年 和一部分美须尼米兹级航母相比 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仍然算是年轻的 但是俄罗斯确实也有到新型航母的计划 因为库兹涅佐夫号航母 现在的状态并不理想 俄罗斯计划为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更换波路系统 这不一定能确保库舰的性能提升 而且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实际上是一艘重型载机巡洋舰 它和真正的现代化航空母舰相比还是有区别的 对于现在的俄罗斯而言 造型航母是有难度的 因为俄罗斯的经济条件十分有限 而且也缺少造大型航空母舰的设施配套 要知道库兹涅佐夫及航母都是在乌克兰尼顾拉杰乌黑海造船厂建造的 俄罗斯虽然掌握有一定的航空母舰维护使用经验 但是这并不能确保俄罗斯如愿造出型航母 如果真的要造 比较务实的方案就是参考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造一艘过渡型的航母 然后再慢慢筹划中原期把航空母舰发展工程 不过俄罗斯现在有意推出10万吨暴风雨及航母设计方案 该方案保留了常规动力和弧动力两套设计模式 目的可能是吸引其他国家共同参与研发 俄罗斯习惯了用技术换资金的发展模式 如果有其他国家提供资金自己 俄罗斯就可以尝试开发大型航空母舰 而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印度应该是俄罗斯计划吸引的合伙人之一 因为印度需要航母 而俄罗斯刚好有航空母舰设计方案 印度也有购买俄制武器的传统 两家是可以合作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scrol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